白衣男子对着台上呐喊 委案人员赶紧假离 虽然是情绪激动的支持者 以防万一还是被带出场 因为当时总统蔡英文 正在台上慷慨激昂 八天内五度合体陈时中 蔡总统极力催票 之前还笑说 向众陈时中的国际事务局 要当自己的新工作 虽然他对那个国际关系 什么国际局的那个局长的 还蛮挑剔的哦 那个标准还蛮高的 应该有很多合适的人 我第一时间说 我如果没头发我又养你来做 总统说他也要做 这个局长长就有人来应征 但是我没考虑 这几个人来 我做市长这么难做你知道吗 陈时中踩进对手黄珊珊的 大本营内湖开奖 而这时黄珊珊则在直播节目 边批民进党边辟谣交换说 黄珊珊也透露 接下来的辩论会让大家看到自己的改变 正在调整 因为你还是截变 就是你讲的嘛 我觉得不够情绪 不够煽情 不够情绪化 不够吹跳 黄珊珊要抛开理性形象 注入更多张力 陈时中则靠总统加持 辩论前先叫正 谁都不愿 屈居下风 TVBS新闻无愧 许峰宇 礼品SN小组 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